唱完 大家好 歡迎台灣海客年會GD&Alan為我們來演講 最後一場演講P-TUNA攻擊世界原貌 掌聲鼓勵一下謝謝 大家好 最後一場演講應該要是壓軸對不對 我是Alan,我們這邊是台灣派對聯會 那在座各位有多少人沒有聽過台灣派對聯會的請舉手一下 那這樣的話門還蠻近的,我們可以往門外走 台灣派對聯會是一個資安研討會 訪見很多媒體對我們有些誤解 常會說我們是派克組織 然後一些地下組織 或者說是這個一千名駭客齊聚中原院,然後攻打某某網站這樣子 這些都是對我們的一些誤解 那首先我們當然是要講一下我們到底是什麼東西 駭客年會我們今年是第九年 那我們在這個7月19號、20號我們在中原院 然後我們一樣會舉辦 那為什麼說我們還活著呢 因為大概在上個月有一則新聞 說這個戰爭發起的時候 可以優先把駭客們殺掉 所以說這個讓我們全世界的駭客圈們 人分自圍 所以我們要出來說我們還活著 因為很多人說我們今年駭客年會為什麼都沒有消息 其實呢,因為我們駭客年會 這個很多事情要做 那我們是台灣最大的資安研討會 大家注意一下是資安研討會 不要再說我們是一些奇怪的聚會了 那當然呢,我們也在中原院 那這是勞場地 那我們今年的話 當然,我們今天的議題呢 是圍繞在我們的網路戰爭 叫Cyber War 那當然這個也是我們這個 目前很熱門的議題喔 像我們這三天都有很多講到這個 不管是APP或是網路戰爭等等 包括我們今天所要講的這個南海的事件都是 那所以說我們今年的議題是Cyber War In Hag with Trust 也就是說呢 網路戰爭它是一個沒有煙消的一個戰爭喔 那為什麼說現在網路戰爭這麼得熱門喔 舉例來說 拿一個這個圖片來看喔 這是一個真實的一個圖片 那我們會看到說 左邊這邊是一個士兵喔 那士兵前面擺一把槍 證明它是一個士兵 但是它並不是用槍來作戰 它是用電腦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會像電影裡面也一樣 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電影 例如說像Buy Heart 雖然說現在已經進入到5.0喔 那一樣 這些電影裡面呢 都有一個特色就是 應該都會有駭客 它長得都很駭客 它可能這個 不修篇幅啊 然後呢這個可能又很宅啊 然後都是黑黑的 然後螢幕上會跳褲子 當然這東西呢 並不極限在電影裡面喔 其實在我們現實中 時時刻刻在發生 那或許大家有感覺 或許大家沒有感覺 這網路戰爭呢 是一個國家的成績喔 時時刻都在發生 那如果說各位想要了解的話 那歡迎你們到HECON來喔 那這邊給各位三個 你們必須要來HECON的理由喔 第一個 相信大家過來 都是搞資安的 對資安有興趣的 如果說你搞資安 你沒有去過HECON 真的會被笑 像我們從事資安產業嘛 我們出去談案子 那或許他們都會聊 聊一下說 你在這個資安圈裡面 有沒有接觸什麼社群啊 什麼的 如果說呢 在演談間喔 沒有聽過HECON 其實他們就 怎麼會這樣做 你真的是搞資安的嗎 這是真的喔 再來第二點 就是各國的資安專家 一起去台灣 大概從2009年開始 就很多來自各地的一些講者們 來參加 甚至說有組團報名的喔 像我們從這個前年開始喔 我們日本 韓國 香港 他們就有很多朋友 都是 組團 一次來十幾個人來 然後來這邊跟我們參與 來聽我們的議程 甚至說可以來貢獻幾場演講 當然他們還有一個更大的目的 就是我們第三點 跟我們的駭客好手的一較高下 因為說我們的HECON呢 它不僅是研討會 它還是一個競賽 像我們有所謂的wall game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 自戰競賽 就是比一些駭客的技能 那當然今年呢 除了一些傳統的wall game之外 就是我們可能會有一些解題 那可能會有一些工榜 我們會 應該會有一個新的一個 一個模式喔 就是讓駭客們可能可以互打 那因為這才是真正的較量嘛 可以知道說我們 防守跟工具之間 要怎樣做 要怎樣做一個 做一個較勁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今年還可能會有一些賣點 那所以 請各位密切注意喔 我們的官網 Tcon.org 那當然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我們重點喔 就是 南韓事件的真相 那當然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請我們專家 GD喔 來講一下 那這個網路戰爭的真實面對什麼 那我們來歡迎GD 好 大家好 那廣告時間結束了 接下來進入我們的正題 就是這個南韓事件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在意 我接下來呢 會從呢 各個角度分析這個事件 包含呢 這個過去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在南韓 那320這個事件 不是只有一個事件 它是一系列的事件 那事件的時間總 呃 我們的朋友這個 Decure Lab提供了我們 二一城市分析的報告 那 韓國的issue maker Lab 分析了這個 作戰計畫 他們稱為 Operation One Mission 代表這背後是一個 長達六年的一個潛伏在 這個南韓各種電腦的組織 另外還有PISA 這是官方的調查結果 這個報告是 4月10號同步的 所以我會整了以上這些報告的結果 再向各位分享 那再來我們會討論 問一下這個南韓政府 有哪些資安單位 他們有什麼樣的 駭客培育政策 這事情對社會的衝擊 還有展望 呃 先聲明一下我們沒有 直接參與這個事件的調查 所有資訊都是網路上收集來的 那剛好因為我在上上個禮拜 韓國的CodeGate研討會關係 我跑了一趟南韓 我訪問了非常多當地的這個 資安的朋友 那也提供了他們的意見 也會存在這邊 南韓跟我們有一個很相似的處境 就是他們有一個很強大的朋友在旁邊 那 但是呢 目的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是 就是 雖然他們都是長期這個對立的狀態 但是呢 這個南韓之間是有一種深仇大恨的情節 就是一定要把對方破壞掉 這個是你在台灣遇到的比較不一樣 台灣遇到的都是這個想要做這個民情調查 這個資料的採集 瞭解這個社會狀況 所以呢 台灣遇到的都不是想要破壞我們的電腦 都是想要得到資訊 瞭解台灣真實的社會面 好 那這個南韓 因為在這種深仇大恨處境下 所以他們其實從2009年 在這更早之前 就長行每年發生一些網路的大事件 大大小事件 曾經有 2009年25個政府銀行媒體呢 被大規模的DDOS 在2009年的7月 2011年的3月發生過 那2011年的4月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事件 叫農協APT入侵 農協是南韓最大的國營的銀行 那它入侵後 服務整整中斷了三天 並且呢 推斷這個入侵者和前面DDOS是有關係的 怎麼樣有關呢 常常DDOS是一個煙幕戰 DDOS發生了 於是網管人員疲於奔命 去處理DDOS 就忽略掉了其他的 APT網路入侵行為 因為人力是有限的 所以DDOS常常是APT的煙幕戰 那還有一些是政府的是 EC線上購物網站 或者是這個 個人資料外洩事件 不斷發生 甚至還有這個小學生不滿 政府禁止上網 就DDOS政府網站 可見南韓是一個高度資訊化的時代 一個國家社會 那他們的很小 從小呢 就有資安的意識存在 2012年的時候呢 北韓的駭客 從南韓的網路以下 轉出了1000億元 這是一個證明 這個真的會對 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 其實駭客活動 對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 已經不斷在發生 昨天前天的事情 美聯社的推特帳號被喊 在美聯社的推特上面寫說 白宮被恐怖攻擊歐巴馬受傷 就這麼一句話而已 然後整個美國的股市就跌了1% 股市跌的1%聽起來很小對不對 可是1%已經可以讓我們 或者是開放的 或者是這些對沖期間 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這次3月的事件是 聯合了DTOS 岩木彈 加這個wiper 就是把硬碟上面的 這個MBR持續清除 這電腦無法開機 我們先講一下之前的事件好了 2011年的時候4月才發現呢 原來早在好幾個月前 半年前的時候呢 農協銀行呢 已經被感染了這個惡意城市的代碼 然後呢 潛伏長達半年呢 做了很多的keylogger 在這個銀行的主機裡面 幾乎所有的電腦呢 用了81種惡意城市 在這個國營的銀行呢 各個分行裡面 273台電腦被控制 它的攻擊方法呢 也是 一開始有這個 社員的筆記性電腦被入侵 然後從內網呢 擴散開來 一開始社員筆記性電腦 很可能是點擊了某個惡意郵件 或是上了某一個網站 這個沒有辦法確定 那接下來擴散到呢 區域網路內部呢 主機的區域 然後到了 整個主機房呢 很多Server被裝了這個惡意城市 警方的調查呢 多達1千頁的這個keylogger 就是整個這個社內的 每個支援的 鍵盤抄的所有東西 包含 客戶的這個帳號啊 密碼啊 全部被keylog了下來 好這是以前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 這種事情呢 在一個高度資訊化社會是 常常發生的 這次3月20號發生的事情呢 大致上的重點整理如下 在3月19號的時候呢 很多網站遭到TBOS LGU Plus 這是一個ISP 他的網站的首頁 被一個FUISTEAM置換掉 3月20號下午2點開始的時候呢 硬碟接連被破壞 有三個銀行三個媒體受災殘重 那這個破壞的原因是 他們使用了這個NLAB NLAB是韓國最大的防毒廠商 NLAB有一個Patch Management Server 叫做APC 這個Patch Management Server 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含了一般的防毒燃鐵更新 或是系統弱點的更新 它有一個派送的功能 可以派送任何的更新程式 到每一個端點去 所以企業內部的大規模的 像是Windows Update 可能這樣的更新 是透過這個APC派送的 我在韓國的朋友呢 跟我證實了 這個APC Client 他的Protocol呢 認證可以被Bypass掉 也就是不經過這個認證 它也可以透過這個APC Server 派送一支有惡意的程式 到所有端點去 其實這樣的問題呢 在台灣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像是資產管理軟體這種東西呢 也是有可能發生類似的弱點 這次韓國特別的嚴重 3月26號的時候呢 大規模的政府還有媒體網站呢 接連發生了故障 這是在這個事件後的同一個禮拜內發生的 這些事情都是有關聯的 那4月9號的時候 issue maker發表了Operation One Mission報告 4月10號的時候政府開了計程會 總沒有五萬台電腦受害 那感染源來自於北韓有關的這個 泰國投資企業 但是沒有明確的證據 接下來就詳細的介紹 這個呢是第一個階段的感染 可能是來自email 可能是來自網站 那目前確定有問題的是 韓國有一個很常見的金融的 ActiveX元件 銀行用的叫做DecureWeb 這個元件是有問題的 那在這個攻擊中有被利用 第二個階段呢是植入了非常多的這個 後門程式 下載的觸發 這個就是上一場的 FileI的朋友有提到的 第一階段的Exploid觸發 第二階段的Droper進到這個 內網裡面 然後呢在內網裡面呢 開始展開第三階段的攻擊破壞 第三階段攻擊破壞呢 離第二階段大概有六零月的時間 也就是這個事情呢是發生在 早在2012年的8月開始進行的 金融體系有三家銀行 農協、新函、紀州 這是他們前三大的銀行 放送體系有KBS、NBC、YTN這三家 那還有其他的單位有受害 但是沒有這六家這麼大的明顯 這六家最明顯的地方是在於他們 企業內部的資產管理的更新伺服器呢 全部被入侵 透過資產管理的伺服器派送了 有刪除硬碟功能的二億城市到所有的端點上去 那這個受害的電腦總共後來追跡到了五萬台之多 就是你想這六家公司總共五萬台幾乎全部的資源電腦被刪除 每個銀行都有不同的破壞的受災狀態 農協銀行有三十個分行 那他們的ATM半數停機、櫃檯業務停止 那新航銀行兩個小時停機 簽照卡無法使用 其他ATM幾乎全國的ATM都沒有辦法領錢 那並且呢 新聞電視台呢 所有的播送都停止 改由現場直播 因為他們原本這個schedule好的所有放送的節目 都是透過軟體在派送的 都沒有辦法放送 所以全部的電視台改成現場直播來報新聞 你可以想像一個狀況就是 你走到街上沒有辦法領錢 然後你抬頭看電視想要知道狀況 電視台跟你說 我們現在的電腦全部停擺 所以我們現在是現場直播 這是一個對社會來講衝擊很大的一個狀況 金融體系跟媒體體系 這是社會人心安定的兩大的衝擊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一個破壞性 想要造成最大社會效果的一個攻擊 這是事件的時間軸 那事件的時間軸呢 從2點這個發生很多硬碟的MBR被刪除之後呢 開始啟動了一個政府的因應狀態 KCC就是台灣的NCC 開始調查 25分鐘開始調查 50分鐘內向總統報告 然後在一個小時內 軍方的資訊安全站的等級提升 那在3點50分的時候 已經有兩家銀行的櫃台業務恢復了 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比2點的時候呢全部銀行的硬碟被刪除了 卻可以在一個小時的50分後呢把櫃台業務恢復回來 至少櫃台可以正常的交易 雖然ATM跟信用卡刷卡因為要連線關係所以已經停擺了 但是櫃台可以領錢 所以這個事情如果發生在台灣 我覺得台灣到底真的做得到嗎 就是可以在兩個小時就把業務先恢復一部分 這是有原因的等一下會講 那後來呢在一天內呢就已經 這個政府組成一個官民的因應小組 聯合了將近10個政府跟資產有關的單位 開始進行調查到各單位協助善後 所以他們的反應非常迅速 這個是新海銀行內部的一份調查報告 那他們內部調查報告顯示呢 有這個操作大型Mainframe主機的這個中端機呢 SCC呢受到感染 就是管理者的電腦受到感染後呢 在感染進去機房 所以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他們網路隔離沒有做好 為什麼呢一個感染到一般資源的這個病毒 有辦法在幾個月的時間內開始擴散到 有機房管理全線的電腦去 然後進而感染到他們的Mainframe Server 他們的大型這個銀行用的Mainframe Server 有遭到shutdown 並且有遭到刪除 可是呢他們做的最厲害的地方是 兩個小時內能把所有 server 重灌回來 重灌一般的電腦 他們用的方法是Think Ant 他們Think Ant的就是VM的Image 所有的行員呢都是用VMImage 因為他們還記得這個銀行在兩年前 曾經遭受過大規模APT 所以他們有很完善的應變措施 他們把所有行員電腦呢 早就換成Think Ant 所以一次呢被這個MVR刪除 就是印碟的三道無法開機 他們只要把所有Image換掉 再重新灌一次 在兩個小時內 行員的電腦跟Mainframe Server的備份 全部都已經恢復 這個就是他們能快速恢復的秘密 3月26號發生大規模的網站故障 像是呢很多個直下室 或者是其他放送媒體的網頁 無法瀏覽 這是另外一波的DDoS攻擊 在這些的攻擊中呢 我們的朋友 ZecureLab 它是台灣的一個研究APT的廠商 他們總共捕捉到了10支 跟韓國這個DarkSol 就是我們外國的防毒安體公司 稱之為DarkSol 就是黑暗的首爾 那我們執意就叫DarkSol 這個事件呢 產生了這個10個樣本 捕捉到的這個樣本呢 進行了一些分析 其中呢比較有趣的樣本呢 是編號01到04的 這個第一波DarkSol的攻擊呢 它也就是我們在網上看到的 最多人寫的 這是一個沒辦法抹除硬碟的攻擊 它會把硬碟填入這個Hasati的字串 這個Hasati的字串 這算是指古羅馬的一些軍隊的這個一些編號的名字 那它用這個名字可能代表了這是任務的編號 會進行這樣的DiskWiper的動作 因為呢 如果你有Windows的這個系統管理的權限的話呢 你是可以直接顯入硬碟的 所以它把硬碟前面開機所使用的區段 這個Visical Drive 0的最前面區段 原本應該是開機使用的引導詞區叫MBR 它把它全部填上這個Hasati這個字串 填完之後呢 再下一個直接強制把你電腦重開 就是你重開機之後呢 你的電腦就進不去作業系統 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快速破壞方法 這是程式的reversing分析呢 裡面寫好了一個Hardcore時間 這個3月20號下午3點 這個是另外一個時區分析的 所以會差一個小時 那對XP還有2013是暴力覆蓋MBR 對Vista還有其實是破壞開機用的檔案 達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可以讓你電腦無法開機 這程式呢 寫入了Hasati Principles 這兩個字串 並且呢 它會有一個特定時間發作 然後它會幹掉 NLAB還有HARI這兩個廠台的防阻安體程式 這就是韓國市占據最高的兩個防阻安體 除了這個K01到K04 這是一群的樣本 還有一群的樣本呢 是K10 這群的樣本更有趣呢 它們不只是刪除Windows 它們內帶的這個SSH的程式呢 會去刪除呢 你電腦上存有密碼的其他主機 這主機可能是大型主機Mainframe 可能是Linux的Server 這些Server呢 是怎麼樣做到的呢 它裡面附了一支Puty程式 就是我們最常拿來連Linux用的程式 附了SCP程式 它能把這個電腦上面呢 所有存在Windows裡面的Linux連線密碼 我們常常用Secure CRT這類的程式 去連到Linux讀機 它能讀取Secure CRT的密碼檔 然後用Puty再連上去 連上去之後用SCP呢 把一個刪除對方Linux主機開機磁區 所使用的Shell script傳上去 這Shell script還有好幾個版本 對於SUN OS AIX HP跟Linux 這些不同的主機或大型主機像AIX 都可以進行有效的刪除 找出這個保留的Session 像Secure CRT的Session 然後發動攻擊 還有這個MRemote 這是另外一套也是 遠端用的軟體 這是Case這個樣本 好那這些樣本呢 裡面有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編譯的時間 因為我們在Confiler 在編譯程式碼的時候 會把Time Stamp的簽在裡面 所以根據Time Stamp Decure Lab他們畫了一個攻擊的Timeline 他們發現最早的這個樣本 有一個叫K06的樣本 是8月30號編譯的 再來是10月 再來是1月 最後到了3月20號發動前夕 還臨時又加了幾支樣本進去 所以這是代表著 這些城市是一個有系統的攻擊 這些樣本在一個半年內的時間 準備了一場作戰 然後從這個可能是Java零電 因為它的檔名叫JAR Catch 這可能是一個網頁觸發的Java零電 不確定 因為沒有辦法真的觸發它 而且觸發的C2 Server已經關掉了 那這個網頁觸發之後呢 很可能進入到了銀行的支援的電腦 在這半年內擴散到了 能夠控制主機 能夠控制很多MPoint的 甚至Found Reality的Patch Management Server的 這個電腦都受到控制後呢 在最後的這個21層次樣本呢 是第一次就把所有硬碟停掉 這是整個事情大概發生的這個前後原文 好 那在剛剛的分析 是Ecur Lab提供的21層次樣本方面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講 Issue Maker Lab 是韓國的一個21層次分析的實驗室 他們發現呢 在這個2012年6月到2013年1月底呢 他們發現了21層次中 有一個編譯的檔案路徑 這是因為有一些這個 compiler他們會保留 城市的symbol 或者是編譯的時候的這個 所在的路徑 那這編譯的所在路徑中 發現有One Mission這樣的自傳 可見這是一個 類似軍事任務的行動 那他說呢 這跟2007年開始活動的組織有關聯 因為他們使用的這個加密密碼呢 有點相似 並且他們使用的這個RAT 就是遠端這個木碼程式 使用的加密方式都是RC式方式 裡面Key非常的類似 這是他們整理的攻擊流程 那我們直接看圖好了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這個 有一群派客他們從2007年開始活動 他們呢感染了這個21層次 可能是透過我剛剛說的Java Dodo感染在網頁上 剛剛到這個內部 這個藍色部分 是銀行的內部的網路 開始進行內部網路的擴大範圍 像是Port Scan啊 找出誰是管理員 誰有這個防禦環體Server的權限 誰有這個Mainframe Server的權限 找出來之後呢 開始上傳破壞性的21代碼 這破壞性21代碼 設定在3月20號發作 這之中呢 為了操控這個掃描的這些動作呢 他們使用了兩種C2 Server 第一種C2 Server是下載21代碼 就是這個 Explory的代碼下來 第二種C2 Server是 下載這個Dropper 就是真的有破壞行為的 這些遠端供給層次的代碼下來的 所以使用了很多個國家的 一次和二次的C2 在長達六七個月的時間內 關鍵在於呢 2012年開始下載的幾支代碼呢 他們裡面有這個PDB的開發路徑 大概要紅色字的這部分 開發路徑呢 第一個開發路徑在Z草 Z草通常是網路直列機 可見呢 這是有一群人 所造成的一個計畫 不是只有一個 就是無聊的駭客寫的 這是一個有組織性的 他們用了Z草這樣網路直列機 接下來呢叫做 One Mission 然後Team Project 就在證明這是一個團隊的計畫 然後還有日期 2012年1月到3月 跟6月的編譯的日期 那後面就是真的二翼城市 好幾支不同的 木馬城市的代碼 這些二翼城市呢 使用RSA加密的Key呢 連回 駭客所控制的中進站 就是C2這門 這個RSA Key 確保的一點就是呢 呃 城市裡面是Public Key 然後呢 駭客手上持有Private Key 所以只有持有Private Key的人 能夠控制這些二翼城市的行為 那 這個Public Key 變成一個證據 那韓國的這個 issue maker lab 調查的時候呢 他們發現 這個使用的這個Public Key呢 還有解密用的這個密碼呢 的樣式 跟2007年 2008年的DDOS事件 所使用的RIT呢 有很相似的這個密碼的特徵 還有很相似的RSA Key 甚至有抓到是同一把P 他們用這個來證明呢 這個是一個長期的事件 甚至從2007年開始 那以上是issue maker lab 的一個調查 我們沒有拿到實力調查的更新部的樣本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推定這個真實性如何 4月10號呢 官方的調查結果出來了 官方調查結果是 由官民聯合對策小組 他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 人家會介紹 他們發現呢 這個3月20大亂 還有3月25的這個 天氣預告網站散布Mail 還有26號的很多網站的閱讀障礙呢 都是有關聯的 他們發現這個手法呢 終於有相似性 但是呢 跟這個北韓的直接關聯呢 只推測為有關 並沒有明確的肯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們發現 在所有這個受害的銀行跟媒體的LOG分析中呢 2月22號曾經有一個北韓短暫IP暴露在裡面 是175.45.178開頭 這是一家泰國跟北韓合資的這個BC公司 它註冊是在平壤 但是它的IP連線是經過泰國 所以呢 南韓政府呢 用這個為證據呢 說 很可能 有北韓的人參與這次的攻擊事件 但我們全世界都覺得 這個應該 北韓之外 沒有其他國家想要這樣 就是把你所有硬碟都殺光光這樣 這種事情就是有深仇大恨 民族清潔才做得出來 所以 但是因為 真的 之間事件調查 最困難的 尤其APD事件調查 就是attribution 就是歸因 我們怎麼確定 到底是誰幹這件事情 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 他們政府的報告也指說呢 是 有推測有關 但是 沒有明確的關係 OK 以上是 這整個事件的 三個調查機構 Secure Lab EastMaker Lab 還有KISA的調查結果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到底 這個官民聯合調查小組 是怎麼組成的 韓國政府有非常多的 資安專責單位 有一個叫做 KISA 就是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它是這個 專責網路機構調查 有數百人在裡面 那 所有的 國內的網路的事件 都由這個單位來處理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機制 台灣目前還沒有到 這個層級的機制出現 他們早在1996年就成立 並且還有其他的 這個機構呢 有負責資安人才的培育 技術的研發 他們的警政所 有一個電腦犯罪的 專職的機構 台灣有類似的機構 但是還沒有到 韓國這麼專職 韓國的人口 大概是台灣的兩倍 但是韓國的 資安產業規模 是台灣的十倍左右 他們的 資安公司 在國內有200家的 資安公司 所以他們有很大的資安產業 這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他們有遊戲產業在後面 有金融產業在後面 是遊戲跟金融產業 非常依賴的資訊安全 好 像KISA他們有一個專門的 全國的指揮中心 就是調查這次的事件 平常負責監控 事件發生的時候 負責統籌指揮調查 這次事件的衝擊呢 剛有提到呢 最簡單的就是 銀行作業的停止 那電視台節目取消 但直接就是股市大跌了 也是好幾趟 比較有趣的是 很多車用的GPS 無法倒行 韓國的車子 百分之百都有裝GPS 那因為交通狀況 由電視台的TP GPEG載拖更新 所以電視台 三大電視台 全部都停機了 沒有載拖了 有些廠牌的GPS 竟然因為無法收聽到此頻道 就沒有辦法倒 這個是一個 之前沒有想過的事情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 電視台會停破 這次的事情呢 很明顯的是破壞性的 就是把你硬碟刪掉 但是如果呢 大家想想看 篩入的是錯誤的訊息 篡改資料 例如 銀行都被控制了 我篡改的是存款的金額 大家帳戶全部歸零 或者是 把某些帳戶的錢呢 少一些 造成金融秩序的失衡 或者是呢 我在媒體裡面 插入錯誤的新聞 像是前幾天 每年社插了 白宮受到口風風擊 這種錯誤的新聞 如果是 插入訊息的後果 可能會比 直接刪除還更嚴重 因為直接刪除 你就知道 這邊可能是 不可靠的來源 但是如果混在 真的訊息裡面 混在假的訊息 大家是沒有辦法驗證 韓國政府有非常好的 這個 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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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他 排名的 發動 是的 來自我 來自我